唉唷 這隻比較有一點份量喔 啊沒有 它打水飄回來了 剛剛 我還以為掛底了 一直在那邊拉拉拉線 可是想想要怪怪的 這個線怎麼拉得動 好 我今天AXA的配置是 兩塊三公斤的南極蝦 配上一包V9跟一包遠頭TR 把蝦子全部都攪散 那盡量保留全蝦 V9呢 釣黑毛應該算是不用多說啦 大家都會這麼做 那這包呢 我自己很愛的是 它可以增加遠頭性之外 它還帶有一點菜味 來 愛你哥 熟悉的大旗 準備上嬌啦 HELLO 大家好 我是傑昇 過了1月1號 來到2024年 欸 原本好像 沒有什麼咬訓的這些情況啊 好像後來改善了 黑毛都靠岸了 各地啊 不管是西海岸 北海岸或是東北角 甚至是基隆雨 都發現 喔 黑毛開始吃了 然後每一個人基本上出去回來 都可以有不錯的收穫 所以啊 這麼愛釣黑毛 肯定是忍不住 我特地請了一天假 來到 基隆雨抽籤 很幸運的 又上到了大旗啦 去年黑毛掉到爆桶的地方 不知道 這個時候 大旗開咬了沒 這邊 是大旗的通姦 紅色衣服這邊 是脖子 今天因為浪況很好 所以我站到脖子的下面 就是白色的A3桶這邊 左邊的是 糕點 葡萄哥是我們 基隆雨的 兔礁船的船東啊 再來 我師傅今天也來了 嗨 李哥 李哥 剛剛已經中了 哇 超級粗的黑毛 我今天的目標呢 希望釣到一條 40公分的黑毛 我沒有在基隆雨釣過 超過40公分的菜毛 那最近 有這種公斤的 不管是菜毛 或者是紅皮啊 味長 好像 偶有聽到風聲說 有人釣起來 所以 我今天的目標 不求多 希望釣到一條 大的 40公分以上就好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好 我準備要開始釣了 今天呢 桿子 先用1.75米 捲線器 鐵牛母線 3號線 因為聽說最近 有靠那種公斤的紅皮 所以我是用 2.5號線 我直接綁兩鉤 那這一鉤是6號的 那比較長的那一鉤 是7號的 黑毛鉤 釣組的部分 我直接 先用 將近一隻 竿子 深的深度 然後用 短牽 擋死 或重量的話 我是先選用3B的 耳的話呢 今天 南極蝦 還有 蟲 都有帶 那因為我剛剛綁雙鉤嘛 一鉤鉤南極蝦 一鉤鉤蟲 先看一下今天 黑毛會是什麼耳 中了 中了 中了喔 中了中了中了 喔 稍微會掙扎 好 這隻體型可以喔 喔這隻可以 這隻要出牆 好 先拉到湖頭 阿 是豬啊 豬股啊 豬股 怎麼會這樣 怎麼是豬股 豬股就給牠牌了 今天第一條魚 豬股 豬哥先仰起來 等一下再放生 啊算了 直接放生好了 老闆放魚喔 喔 中魚 中魚 鵝毛那是豬哥 喔 黑毛喔 喔 臭肚啊 欸 哪是你 果然是基隆魚的好朋友 喔 臭喔 有了 黑毛 飛 啊 對不起來 有了 我先開你的 你講咪啊 你講咪啊 好了嗎 好 開 吃麵的時候 我很認真在套咧 今天第一條就是超過30公分的菜毛 好的開始 不錯不錯 吃南雞蝦 剛剛 我還以為掛底了 一直在那邊拉拉拉拉線 可是想想又怪怪的 這個線怎麼拉得動 結果是跟人家洗油膏 然後又中 不過是直接說 把我全部剪掉 重新再綁就好 畢竟洗油膏都丟了 比較讓人家耽誤一些時間 很不好意思 希望各位共免資 喔 釣嚕的中魚囉 我這隻有大喔 啊 斷了 可惜可惜 有了 小毛 小毛 今天 第二尾 還行 還行 來錄影一下 來錄影一下 哇 吳洞哥的中魚喔 姿勢很帥喔 喔 這隻有份量喔 黑毛喔 鷹哥啦 鷹哥喔 喔 體型不小喔 你不再撞了 你不再撞了 唉唷 喔喔 摔下去了 啊 起來剛好斷線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有的喔 喔 差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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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必得中魚囉 也是黑毛內 哇 第一條很重要喔 我撞一下喔 耶 大家都有黑毛了 漂亮啦 看一下 Yeah 帥 有魚啦 剛剛第一下沒開到 好險我有兩隻勾著 再等你第二下 一樣是黑毛喔 不錯 有啦 有一點像月亮 還中牠喔 哇 太軟了吧 喔 來 這隻菜茅雖然我很快的就把牠KO了 可是說實在的牠份量沒有很小 30公分的 喔 土豆哥一定要幫你錄一下啊 釘桿 拉不動也捲不動 豬哥喔 啊 去了 這個 中魚 還是黑毛耶 YES 喜歡 開心 不錯不錯 進帳一條 來找里哥聊天 居然 又看到你拉一條黑毛 喔喔喔喔喔 那公君呢 沒有啦 嗯 果然還是得在里哥旁邊 收視寶證 啊 把這段刪掉 對阿 你 很聰明耶 謝謝你 來 來 小毛小毛 現在是中場的休息時間 其實還會咬啦 只不過 有點累 稍微點稍微休息一下 現在走的是退水 流呢 會從這邊 一直往外去 這個流呢 就是大騎的 黃姬流 這個時候釣黃姬 就是 讓它 順著流 順順順順順順 這樣子放放放放放 欸 啊 不是說黃姬流 啊 釣什麼啊 不是 不是人家了耶 說好是 黃姬流 結果 底哥中位是蠻粗的 絕對不是黃姬 絕對不是黃姬 沒在演的耶 喔 底哥他竿子拿的很粗耶 根本這樣是拉的 真是有一定的份量 不知道是豬哥呢 還是我今年很想釣還沒有釣到的 大隻尾場呢 很沉 快要看到了 喔 喔 聽說是黑毛 看一下啊 準備要出撈網了 喔 喔 聽人是 竟然是回魷魚 紅甘啊 哇賽 剛剛講到一半 進水的時候呢 流會是從 中礁那邊 往這邊流過來 那 退水就是完全相反 就是會從這邊 往中礁那邊流 但也不是真的直接往中礁流 到了中礁的前面 那邊是饅頭 還不會到那邊 大概在這邊就是轉一圈出去 然後這邊有一條流 就這樣流出去 有沒有看到一條 好像一條 白線一樣 就這樣出去 這個時候呢 黃姬 這種 在流裡面生存的魚呢 就會出現 離收郊 還有差不多 一個小時多一點 那一個小時 希望我也可以 調到這種 回魷魚 感覺好興奮啊 我也想釣 快快快 魷魚 換釣組第一竿就中 哎呀 紅尾東拉走 代表什麼 代表我們的釣組 有送到流裡面 有唷 有唷 給啊 黃姬來咬啦 應該是鞋子喔 欸 沒錢喔 沒錢鞋子 喔鞋子 我在裡面 喔 可以 哇 哇 拉的手痠了 頂在腰上比較好 不錯不錯 黃姬 持續搖 拉走了 欸 哇 不給啊 動作一氣呵成 拉走喔 欸 哇 有多喔 哇 吃有點遠喔 喔 真的吃很遠 從遠遠的拉回來 魚都已經 出水面啦 嘿 漂亮的黃姬 OK 一小桶可以再上去 倒冰箱啦 嗚呼 黃姬黃姬 黃姬 有魚就好 這隻是不是有大一點呢 正常大 來 起來吧 唉唷 這隻 比較有一點份量喔 啊沒有 它打水飄回來了 直上 OK 三隻三隻 三隻 下課 魚 下課魚喔 唉唷 我實在是覺得 這隻 這隻 這隻有點太寶貴了 太珍貴了 太漂亮了 賣叮噹 放你回家 掰掰 我們回到岸邊啦 我們回到岸邊啦 今天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啦 看一下我們今天的漁獲 哇 跟塞果然不一樣 一個人釣營大起所有人 最多跟最大都被人釣走了 那現在基隆魚呢 黑毛 基本上每個礁幾乎都有一些咬訊 南面的礁呢 會有紅皮 然後紅皮來的都蠻大的 啊北面的礁 比較多菜 蟲 跟蝦 現在都會吃 不過 基本上的概念是這樣 浪比較平 你就釣深一點點 浪比較大 你可以釣淺一點點 然後 小魚多 你就釣跳蟲 比較 有機會 流比較大的時候 小魚比較不會追到耳的時候呢 你可以用它雞蝦 小小小小的 建議啊 沒來過的人 可以做參考 啊 刀手呢 就打完踢踢就好 好 那以上是這一次的 基隆嶼的釣礦分析 那我們就期待下一次影片見囉 我是傑森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